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何荣 欢迎收看本周的聚焦新世界 今天 先带您从天坑开始关心 最近尤其在午后常出现豪大雨不断 导致各地接二连三发生天坑事件 而且都跟建筑工地有关 包括新竹 新北以及台北市 已经有超过十起地层塌陷的重大意外 原因除了跟地下水有关 建商有没有做地址检查 提出施工计划更是关键 而全台湾各地现在都有许多建案 正在施工 紧邻交通设施 天坑究竟带来什么警讯 先带您一起关心 曾几何时好好开车会陷落 走在人行道也可能消失在地表 一起又一起危机生命安全的意外 都跟工地有关 因为所有人口密集区的地下 都有地下水 当人出新 水就会变成祸害 因为你挖这么深嘛 最怕的是什么 变位 侧向位移 你位移一公尺 地层就下陷一公尺 道路跟房子就跟着下陷 在这条巡 要看办理机会 这是三重一处大型建案 地下五层 地上十四层 标准的生态挖工程 工地最基础的地底下 H型钢梁层层交叠支撑连续壁 避免因为开挖 土房与地下水未移 但只要标准SOP没做好 零损或地表呈现 就可怜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双北市基本上就是以前台北湖 台北盆地 所以它地质是不好的 所以针对地质不好的情况 在开挖的时候 就更容易造成 挡土壁有大的变形 让它造成林房的影响 五月艳阳天 首山之都台北市信义区 突然出现一个长十五公尺 宽三公尺的大洞 家园毁了 房屋陷落 而且天降灾祸 说来就来 突然就说凹一个洞 五分钟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然后摩托车 脚道车 摊车 什么都别进去 一辆车你说这边一个帮一个帮帮帮 北市建管处调查 建案得连续壁 壁体渗水 造成地下水涌入 引发塌陷 但看在专家眼中 这起事件明明可以避免 只是该做的并没有做 施工之外 防灾计划 这两大计划是为施工期间 安全把关的很重要两个计划 这两个计划做完以后 委外 第一个是要过专约 而且要公正的第三单位 而不是自己省 于烈所说的施工防灾计划 必须先做地质调查 再提出施工计划 同时进行临防鉴定 才可以施工开挖 但这项法规只有少数地方政府确实执行 全台各县市因为危机意识不足 往往得过且过 也导致天坑地表塌陷事件层出不穷 我们并没有针对我们的另外一种邻居 就是道路去做调查 那这个道路底下 原来的路基稳不稳 或者是也许它底下就有一些空洞 因为没有人调查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根据建筑法 建案施工前的临防鉴定 以居民为主 不包含交通要道 也就是说 不论道路 轨道或捷运 都在鉴定范围之外 当前主要交通建设旁 建案大新土木 如果又属于监督 生命财产损失 天降和货的威胁 也不会阻止 东森新闻最后报道 台湾曾一度被形容为行人地狱 行人走在路上提心吊胆 除了得注意路况避免被车撞 现在还要小心注意看天上 因为随时会有瓷砖雨 或是外墙的附着物 从天而降 而全台湾 三十年以上的老屋 有四百四十万栋 这些老旧建筑的附着物 包括像是冷气机 盆栽 招牌 究竟有人在管吗 管理上又有什么困难 我们继续带您了解 走在路上或从天降 这样的意外时不时在上演 尤其老旧建筑物 广告招牌层层叠叠叠 密集地寄生在外墙 还有松脱的电线 袖使铁窗摇摇欲坠 我们不能连走在马路上面 都有安全的问题 所以前部就讲路上的行人危机 其实我们空中危机更严重 我们来到台北市公管商圈 这栋建筑物更严重 外墙瓷砖剥落 一整排塑胶网 从窗户下面长出来 有几栋还叠了两层 好接住各种天上掉下来的杂物 以台北市为例 都会区平均屋林高达36.8年 有七成住宅都在30年以上 刮风下雨 地震天灾 外墙瓷砖早就裂化 年年都在下瓷砖雨 北市府在109年 首创外墙诊断申报制度 凡是30年以上 而且超过11楼的建筑物 每三年需申报一次 但至今申报量却不到两成 我们询问北投一处社区大楼 找到答案 他们的价格差距太大 有110几万 有60几万的 有50几万的 那甚至还有11万的 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很奇怪 做同样的一个工作 为什么价格差别这么大 林明是市府公告的厂商 价差却有天壤之别 报价方式也不一样 没有统一标准 甚至连戏幕也给不清 像是靠马路的墙面要检测 那宅相或变道 要不要一起检查 厂商每一家说法也不一样 有的跟我讲说他要检查 有的跟我讲说 这里不用 这里不用检查 是真的不用还是假的不用呢 异口同声 如果检查完了以后 申报完了都通过了 将来磁砖剥落掉落 水泥块掉落 跟他们无关 他们完全没有责任 我们觉得这个是很不合理 检查完毕如果出事 却还是管委会负责 有些大楼干脆就不申报 因为换算下来 就算罚款都比花钱检验还要划算 他参考价 他也就告诉你 每平方公尺多少什么的 你乍看下来 你好像感觉都差不多啊 对不起 他还有很多的那个 不是台面上的价钱 譬如说他们写报告的钱啊 包括文具费啦 然后还有就是出厂费啦 他都给你令计 沈南首创外墙检测作业 利益良好 却因配套不完善 后继无力 北市府无奈 只好妥协 把申报期限 延到民国115年 但摆在眼前的问题 仍是无解 没办法解决钱的问题 那社区的大楼外墙的修缮 钱 基金 到时候一次性大额分摊的时候 住户会吃不消 就算解决此专掉落问题 还有冷气招牌花盆 各式各样的大楼附着物 因为法规松散 没有强制公权力 什么时候天降横货 没人知道 我们现在的外墙的附着物 都是先天没有规划 然后就是野蛮的家庄 人民关天 只要杂伤人都有刑事责任 全台湾都有这种隐形空中危机 政府应该通盘检视 可别让行人地狱 从地上延伸到天上 灯讯中单程王修伟 通过报道 接下来看 一向被视为高档料理的黄鱼 多次被验出含有禁药 原来在市面上 有九成的黄鱼 是来自大陆养殖 不但有禁药的疑虑 甚至有的还被加工染色 而目的只是为了 增加消费者的购买率 专家就呼吁 真的如果爱吃黄鱼的话呢 还是要尽可能地 食用台湾本地养殖的黄鱼 才能够吃得健康又安心 黄鱼薄粉下锅油炸 再淋上特制酱汁 这道糖醋公属黄鱼 要价不费 是桃可热爱的高档食材 但市面上的黄鱼 不论是海关抽茧 进港鱼或第四项 实施拆检 还是鱼市场查验 却侣侣发现含有禁药 过去就曾验出孔雀绿 绿霉素 消极浮南等等 伤肝伤肾 还有致癌疑虑 野生黄鱼因过多捕捞 已经濒临灭绝 市面上的黄鱼超过九成 都是养殖 而且来自中国大陆 多次爆出食安事件 这一天我们实际来到鱼市场 鱼摊上的黄鱼 每一条都金黄耀眼 但颜色似乎不太自然 这都哪里 是大陆那边的 所以说大陆跟大陆才有 摊商说养殖黄鱼 难免都有用药 但他保证要减 绝对过关 不管哪边 它养的它一直都会用药 它有一个标准之在 这都检验合格过了 这都从海关进来的 真的吗 我们实际带回 不同摊位的两条黄鱼 请专家鉴定 黄鱼怎么黄 它眼白也是白的 那这个染到连眼白都黄掉了 你们看 你会黄胆吗 肝病 没有 它染色了 所以这一只它是黄鱼吗 不是 它是染色 染成黄鱼 所以它本来是别的鱼种 对 它是别的鱼种 张首山医师断言 这是一条染色黄鱼 更令人担心的是 使用的染剂还可能是工业色素 它为了怕染色脱色 它都用脂溶性的染色剂 那这个脂溶性的染色剂 最常见的就是染脱鞋那个造黄 那造黄它是一个致来物 黄鱼真有可能染色吗 周振文是拥有40年资历的主厨 他现场试验 以食用色素将黄鱼染色 再放入锅中熬煮 可以看见滚水渐渐将染剂脱弱 融入鱼汤 只是市售黄鱼是真是假 实在难以分辨 一般的黄鱼就是会做红烧的一个口味 红烧的口味你就没办法去看到说 它是不是有染色 因为经过把它做一个煎煮或是炸 然后再下去做红烧 所以说看不出来 所以说我们常常说的 还是自己煮菜是最健康的 然而市售黄鱼除了染色 更严重且难以辨别的 还有养殖用药问题 这些黄鱼这种加护性的养殖 基本上都是住在河口 那个半咸水区 那河口又是所有的那个陆地的污染 就是会排放的地方 中国大陆黄鱼多数使用 伤亡养殖且环境不佳 容易受到感染 因此大量用药 今年8月食药署才又公布 市售黄鱼被验出恩诺沙心 恐怕严重伤害剩功能 这个奎乐童的药品在 不管是在对岸的中国大陆 汉堡和台湾在水产都是禁止使用 违法用药的毒黄鱼 补给危害人体健康 更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威胁 专家建议若政府无法严格把关 最好还是少吃这类高风险鱼类 该食用有认证的国产养殖鱼 安心又健康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近十年房价大洗牌 过去的蛋黄蛋白区 现在都得重新定义了 像是新北市的鹰哥五谷泰山 涨幅都超过了50% 新建案每平单价来到五字头 而台北市的南港的内湖 新建案每平更是突破百万 房产专家就说 整个房市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蛋白蛋黄 全都搅在一起了 分不清楚变成了蛋黄糖 她可以介绍一下 这边就是我们的客厅跟餐厅 走进宽敞大空间 她是室内设计师杨先生 带我们参观位于内湖的新家 当初买在这边会不会觉得 现在房贷压力还蛮大的 会啊 压力一个月十几万 当然是蛮大的 身为首购组的她 原以为在蛋白区内湖买房相较轻松 想不到最后花了将近两倍预算 才买到理想的家 我原本想说大概两千万上下 但是真的一讲出口就被打枪了 才知道自己离市场很远 对 因为老家住在基隆 过去一直想落找台北市 三年前购得大湖山庄五十坪左右旧公寓 花了三千七百多万 自己装潢整收将老屋翻新 但每个月得背负十三万房贷 她开始冒出一个大问号 内湖还是蛋白区吗 我当初这边应该一瓶 六十八万吧 那现在周遭大概涨到 我觉得成交价大概会在七二七三吧 房价高涨后蛋白蛋黄区划分 已经不如以往 以内湖区为例 新城屋均价每平八十二点二九万 更有不少新建案破百案例 最近这几年来 整个同心园的房价的概念 已经被粉碎了 原本很多我们看到很多手购组都是从蛋黄转到蛋白区 但是现在发现蛋白区的房价高涨 也可能也都大部分都买不起了 只好再往更外围的蛋壳去 现在甚至有人开玩笑说 连蛋壳都买不起要买到蛋壳去 过去被认为是北市蛋白区的文山内湖 还有大同万华 近十年的涨幅排名都进前五 内湖区涨了百分之二十七 万华更是涨到百分之三十四 而被称作蛋壳区的新北市英哥 涨幅更是来到百分之一百零五 新建案单平开架突破五字头 三只泰山五谷树林 涨幅也都超过百分之五十 现在的这个台湾的房价 已经变成一个蛋花汤的形式 蛋白跟蛋黄都已经搅在一起分不清了 台湾民众的买房或是区域的聚集上面 常常会以一个话题性 来去做他们这个狗屋上面的一个动机 所以如果说这个区域 它的话题性是够的 体质上面也是稳健的 当然它会有可能达成说 它会是一个信心区域的情况 专家指出过去的蛋白蛋壳区 房价早已不可同日而遇 包括交通轨道建设 台上回流 产业投资激励等因素 总有源源不绝的话题堆高房价 区域决定价格的铁律渐渐在瓦解 再加上营造成本居高不下 未来年轻人要买房 恐怕越来越难 东森新闻洋上任 曾玉昕台北报导 薪水追不上房价 最新统计全台上班族平均年薪是67万 已经超越南韩 但是您知道吗 有高达六成八的上班族 没有达到标准 也就是所得M型化 越来越严重 薪水不高 人才也会想跳槽 但台中有一家企业 为了照顾员工 不但帮员工买房养车 午餐晚餐还通通免费 而且福利特别好 员工也很努力为公司打拼 所以公司的获利也相当可观 我们来看看企业如何跟员工 创造双赢共好 层层工序精密打造 也小看不起眼的罗帽 是只毫里差只千里 而台湾第一 同时站稳全球第三市占绿的 罗帽零件厂就在这里 一年拼出六亿营收的成功灭绝 除了商业know how之外 更让人赞叹的是 经营者的无私留才之道 父亲的房子是我晚上11点 跟他一起去签的 对 当初买300万 现在超过1000万 他是总经理乌有虫 采访当天开着车带我们 绕绕公司附近的房子 房价周边机能了弱之掌 因为这是他引以为傲的斜杠 帮员工没合房子找温暖的家 你如果有需要的话 公司可以协助你购买房子 因为毕竟公司的所谓的知名度 和公司的一个品牌 对银行的一个售后性方面 他们也能够认同 乌有虫生之 想要留任人才 就必须协助他们落地生根 不只帮忙没合房子 公司十多辆汽车 通通开放租借使用 不用付油钱 每公里只收4.5元租金 难以想象的各种福利 还包含免费自助午晚餐 电影包场 出国旅游 不只有实质补助 公司更砸钱买地 打造摆皮健身房 以及育儿津贴 身心照顾一样到位 有养育小朋友 那公司就是每年 都会跟我们申请育儿津贴 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非常体贴 做爸妈的心情 虽然薪资并非业界最高 但福利制度绝对堪称天花板 而这样的幸福感 也让公司茁壮成长 从早期的六七名员工 负债一两千万 到现在一百七十五名 年一收破亿 离职率几乎是零 职缺更是一味难求 我认为让大家都当老板 大家的那一份行会比较努力 那是以中小企业的老板来讲 通常他们的所谓的 企业经营的思维就是担心通人 直到老板赚太多 吴有虫打破从小企业 传统的经营者思维 他把赚进口袋的钱大方拿出来创造福利 不独想追求劳资双赢 实实在在做到把员工当自己人 就连产学合作的学生 福利薪资都比照正式员工 因为他们深知人才培养 要从教育端做起 毕业之后他有他的地统金 因为他自己赚钱 第二他有他的文凭 因为他是大学毕业 第三的他又有什么 他又有技术 初期你没有投入到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你要产学是非常的竞争 一般的企业因为找不到人 从求财到留财 以让利创造福利 企业打造幸福工作环境 员工自然付出心理回报 无奇一来建立良善循环 更希望用自己的例子 拋砖引玉 翻转企业留财的库人化 中文新闻林少女香涵 综合报道 唱歌看电影 这些在平常不过的休闲娱乐 背后却有一笔娱乐税 进了地方政府的口袋 这几年娱乐税的税收 每年都超增几千亿 民众不论是参加艺文活动 甚至是打高尔夫 都还要被课征娱乐税 所以有学者之痛批 呼吁税制改革 不要再沦为只是口号而已 梦幻舞台声光响宴 五月天演唱会 每一场至要开卖 必定能杀 但你可知道 歌迷买票听偶像唱歌 还得缴一笔税给国库 除了听演唱会 到KTV消费 甚至去电影院看场电影 都要被磕一笔娱乐税 目前有六大项目 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高尔夫球 因为它是入列奥运 却唯一被磕税的体育活动 球竿越长就打越远 所以你打不一样的距离 就要用不一样的球竿 球场上陪儿子挥甘 广稿前的长子是业余冠军 小儿子征战海外 他点名娱乐税正式推广 台湾高球运动的绊脚石 很多球场现在 价值几球费用都是在五六千块 正常培养一个小朋友的话 一周至少要下场两次 才符合他的训练的一个基本要求 所以一年下来是 几球费用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费用 每个礼拜练习比赛 通通都要缴税 很多选手负担不起 只能放弃 上季奥运潘振从栽下台湾 第一面高尔夫球铜牌 也创下第一个亚洲男子选手 在奥运的夺牌记录 但亚洲将高尔夫球运动 拿来磕娱乐税的国家 只有台湾 堪称其谈 真正征收到高尔夫娱乐税的 这个数字非常非常少 但是这个枷锁 一直套在高尔夫的发展的 一个脖子上面 娱乐税从民国三十一年立法 当时称为娱乐宴席税 政府提倡简约活动 拟定的七项活动必须磕税 到了民国九十六年 提出掉撞球跟保龄球 但现在还有许多项目 早就无关简约 仍要磕税 主要就是因为这笔钱 属于地方羞辱 羊毛出在羊身上 地方政府为了财政 不肯放手 就算中央都已经都已经觉得说 应该把它废止掉 地方也是不同意 因为这个一动下去 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财源 它每年的财源 可能因此少掉多少钱 那你去跟它讲说 你营业税可以隔更多 它停不进去 我现在马上这些不要 我现在马上就省 我就省私多少了 疫情前全国娱乐税收 大约18亿 去年是16.3亿 但财政部超增税收 有4500亿 娱乐税只占其中的九牛一毛 而且几乎年年超增 加上娱乐定义模糊 政大还曾一位 办学生毕业舞会 卖票给校外人士参加 被国税局找上门 怪相评传 所以总共卖了2600块钱的票 结果那一年 政大校方还有政大的毕业委会 学生会长就收到 那个税权计算处的邀请 请他们去解释 他们涉及就是讨漏娱乐税 所以这是件很荒谬的事情 学界呼吁很多活动场合 已经有了营业税 缴娱乐税就像再被剥一层皮 况且就算废除 中央每年都会编列预算 支援地方财政 娱乐税早就该退场 过往几百亿的税收 都可以用补足的方式 现在18亿为什么不行 财政部当然有能力 去补足这些税收 娱乐税的问题 凸显的台湾税收制度 必须全面检讨 不合十一的制度退场 找出该扣增却输入的地方 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 东西民中大臣黄书伟 综合报道